这两天呢一个在广告界颇具影响力的创意节在上海时拉开了帷幕 陈坤张亮颖张亮率先在首日活动亮相 而接下来的议程呢黄博尚文杰也会加盟其中 我们都知道啊月到年底明星的这个档期也是越难协调 但为什么这个报酬不高的专业活动会吸引到很多明星的助政 众人追捧的表现背后呢会不会有更多利益的推动呢 不妨跟着我们镜头去了解一下 女神高圆圆恐怕自己都不会想到当年的一只小小的广告 经验成就了自己的成名之路 事实上高圆圆绝不是个别现象 广告向来都是打造新人的温床 而随着娱乐时代的不断发展 到如今广告代言对于明星而言不仅仅是博人眼球聚拢人气的好方法 更是自己身价几何的最直观的考量 所以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两天在上海举办的第六届 镜头上创意大会会吸引到陈坤 张亮仪 黄博 宇全等 众多影迷圈的明星大腕了 而在这个素来被称为中国广告创意界奥斯卡的舞台上 明星们拉拟人间的方法也是各不相同 陈坤近年在继续行走的力量项目的同时 在电影和广告上也是率有掌获 对于收获和态度 他同样做出了思考 谢谢王妮 态度这三个字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从某种意义上 也在给我这样一个快四十岁的 终点人 有一个很好的体现 到底什么样是来自于我们内心的态度 因为我们演员影响力 要么就推动电影 推动我的商品 我还能推动点什么 我觉得有价值的东西 给别人表达着我存在的态度 有人用特立图形的形式态度来提升魅力 而有的则用更多的亲和力 来拉近自己和粉丝的距离 比如张亮影就表示自己非常乐意 去通过广告新媒体与粉丝互动 无论通过怎么样的方法 能够拉近艺人与观众的距离 都是一个多盈的结果 广告商的眼睛无疑是雪亮的 因为人有多红 广告就有多红 所以我们才能看到这么多 充满明星个性烙印的精彩之作 在每年的镜头上大会上都会选出当年度 最具代言价值的男女艺人 在广告代言作为艺人吸睛 捷径的今天 各路明星对于这个奖项的看重是可想而知的 去年这个奖项的得主是黄晓明 不妨让我们来重温一下他当时的心情 首先谢谢我们可爱的外国思议先生 差点把最具代言价值女演员 搬给了我 真的是谢谢我们所有的这些客户们 因为没有你 你们的支持和喜爱 也就没有我的今天 可能作为一个演员来说吧 我总是喜欢你和这样子 继续做善事 继续努力每一天 继续带给大家正面的能量 谢谢 教主的感悟让人看到了艺人和广告的雨水情深 这也难怪今年的盛会会有这么多的明星纷纷而来 而最终吴秀波和张亮颖 分别获得了本年度最具代言价值的男女艺人称号 左右时尚上海报道